1914年 32岁的他从香港运送炸弹到澳门 准备谋杀梁管总督龙纪官 事情败露后入狱七年 43岁的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 同为第四军名将的还有李继生和叶挺 45岁的他因病退居二县 后来在1944年病逝 享年62岁 他就是广东清远人 陈可玉将军 陈将军的故乡 位于广东清远市清新区石塘镇的田兴村 从徐广高速石塘出口下去后 十多分钟就到了 而在将军的故居背后 约300米处就是将军的祖坟了 真风水 一风说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广东省清远地区的清新县的石塘镇 在我的脚下 这里呢 就是铁军军长陈可玉的祖坟了 这个地方的祖山呢 非常的尊贵 如藏力的一个端座的一个贵人 所以呢 这里可以贺行为真武大座 1938年 56岁的陈将军全家迁回了石塘 次年重修了其真祖父母 地里但这路说 生龙磊落而百拽 死龙板印而模糊 强龙雄剑而轩暗 若龙徐邪而难缓 此地来龙绵缠 属强龙境节 龙氏一路十三危恶 俊俏起伏而来 鹰龙奔走 顿其祖心后 在三角处微兔缓坡 化阳成学 此地父母山耸立而尖锐挺拔 道头祖心尊贵异常 如贵人端座 威严助力 又如真武大座 左右肩均衡抵对 学姐阴难处 雪心腹说 德不孤必有灵 看他侍从 此地周边的侍从 带齐带骨 带腔带印 马上立于坛前 左水倒右 右边水口顿起十三正手 明坛平正 有微窝距于坛内 但雪左有长年风沙 视为不足 在风水里面呢 我们知道 沙形它是分很多种的 一般来讲 有方形和尖形的 一般方形呢 就是叫鼓山 方形的就叫什么呢 骑山 所以叫带齐带骨 一般就是主柜 而且是主武柜的一种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左前方 它是一个方形的山体 但是呢 它是一个长方形 一般这种长方形的山体 就叫箱子或者柜子 那么在我的右手方呢 它是一个圆形的小山 一般这种呢 可以叫做硬山 所以这种就叫金箱和玉印了 那么在这个祖坟的正前方 有一个山体 它是一边高一边低的 连起来的一个山峰 这种山峰呢 就叫做天马山了 概括来说 此地属英龙奔来 使其中华 由老便嫩 在尽头处化成羊学 为十三龙土中学 祖心特达 明堂元正 贵气淋漓 属龙法中的顺账 卖法中的罪账 账法为粘法 此地龙脉群石挫杂 珠峰磊落 与祖心脚下 画于广泊开阳 这是较为少见 能当代发跪的风水实力 也是十三土学中的典型代表 在罗盘的石操当中 我们该如何来测量山峰呢 在这里我们的正前方是有一个什么呢 天马峰 我们先应该把罗盘 罗盘的什么呢 红线先对准这个天马峰的最高点 对准之后呢 我们转动这个内盘 使得这个内盘里面的什么呢 指南针的红线跟指南针完全重合之后 读取最后读取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盘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在这里 这个天马峰就是卯峰 陈将军真祖父母 入手地盘前方 立庚山甲兼有卯 向上周天八十一度 来水为天盘子方 去水为天盘乙方 符合九星向上祈辅水法 按三河水法为立望向走衰水 均以吉论 墓碑刻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重修 曾孙 陈可玉等字样 此地是将军的发焚 陈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 为人勇敢 正直 将军的后人迁徙到香港等地后 改姓基督教 现在已不太注重风水修缮等事 甚为遗憾 陈将军为何遭七年牢狱之灾 为何能跪至军长 又为何在中年受到同僚排挤 因病退出历史舞台 你能看出这其中的风水原因吗 欢迎留言评论 观山水之情谊 见世人之浮沉 我是一风许联斌 学习更多的风水知识 请关注一风说 我们下期再会